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日前有媒体报道 美国夏威夷州谭香山一名曾犯下连续杀人 按着精神病患从夏威夷州立医院逃出 在经过三日的逃亡后 该名嫌犯已于当地时间15日遭警方逮捕 夏威夷州当区也承认医院内部出现重大疏漏 目前已有7名医院工作人员遭布置新停职 综合外媒报道 59岁的齐藤 Randall Josio Saito 曾于夏威夷犯下多起杀人案件 但他于周日从夏威夷州立医院离开后 却再也没有回来 而医院竟在九小后才通报当局这则消息 而这次之所以能顺利带回齐藤全归公于 一位寄警的小黄司机 根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计程车司机表示 他于周二时在加州史塔克顿市 一间旅馆载到齐藤 当时齐藤一直试图与他交谈且行为举止怪异 因当晚曾在新闻中看见齐藤的照片 他才惊觉自己载到一名杀人精神病患 在庆幸自己命大的同时 也赶紧将此事上报给公司 这名司机在向公司调度员报告时指出 他认为齐藤会载车 而当地时间周三早上 齐藤果然再度打电话到继承车公司载车 并指定要统一名司机 但继承车公司果断派出另一名司机并报警 当该名司机于一处加油站停车时 俊竟赶到现场将齐藤逮捕 针对这起事件 夏威夷州州长大卫警下 D.Avedoich 召开记者会表示 一个这么危险的人逃出夏威夷州立医院 而且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 竟然都没有人发觉 这让我很忧心 据了解 已有七名相关医院的工作人员遭到不执行停职 另外检警也在调查医院内部 是否有人协助齐藤逃走